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来致力于农会的人事稳定 突破与创新 除了配合执行与公所合作的田青衔助 青葱移植保总计划 青葱田菜叶尔危害补助计划提送外 就是今天重头戏青葱文化馆及青葱小铺的重新开幕 这次青葱文化馆有别于以往的旧式的风格 特别找来专业团队的打造 青葱的各种元素在 也列举了三大的农业休息农业区 提供到访游客更了解三星地区的景点特色 而最让大小朋友喜欢的互动室游戏体验室 让来访的游客都能够体验拔冲击重冲的乐趣 希望带给民众不一样的体验 东西很丰富 然后也有很多关于三星葱的一些故事 然后还有一些礼语什么的 想买就还有很多葱的料理 三星厢长李志庸说 因为毕竟我们三星葱已经全国出名了 所以葱的三样 从三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农特产品 很感谢农会与辅助农民的过程 把我们的成葱 靠过很多专业的技术来圆盘 希望我们未来新的青葱发展开不完 大来可以带给我们更多外地雍客 我们会议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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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新闻由政参记者张凯婷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